香港人仍然昂首闊步 从来不禁安置到盲点 决定上路去再实践 要是暗淡西晴 有日方请请你坚持良心界线别弃手 继续相信丽娜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一起开麦 将香港人精神遍地开花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今天不想先说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们想说一些我们香港人的骄傲 我想说蔡玉玲小姐包包 所拿到这个黎曼奖学金是什么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为她而开心 是啊,这也是真是开心事 因为今早已经不同的群组 在这里传这个消息 当然我在说一些新闻界 或者商业的媒体 都是说今天的好消息 有些当然为她庆祝 其实拿这个黎曼奖学金不是很容易 我知道在香港不少年资 和包包差不多都有申请 成绩都不错 但是当然最后这个花落 包包家 她就去 今年秋天 她就会去哈佛大学 参加这个黎曼奖学金的计划 这个奖学金 她不会说 不是一些教育 就是直接教你 怎样去做 好像捉住你的手去做 不是 因为她那些 真的拿到这个奖学金 那些基本上都是在这一行里面 做回差不多 那她又觉得 而你又会愿意 就是继续在这一行里发展 那其实简单来说 她是培训的人才 她培训是怎样培训的呢 她是靠你同学之间的分享 你也可以带一些教育 你想去上哪些堂 然后呢 就去听一些 当然是听一些大师说的 所以你想想 你和一些 都来自不同的 真是很有地位的报纸 包括比如今次 有《韦报》 就是英国的《韦报》 美国美联社 大家都非常熟悉 《华盛顿郵报》 大家更加知道 这些都是在当地 非常出名的传媒 香港就只有一个 就是翠玉玲 可想而知 她当然是得到张学金那些 我算不算是叫平审呢 我都不太知道 他们因为其实 她要面试的 那个面试就会透过电话进行 约翠玉玲是20分钟左右 你之前当然要写很多东西去说 你介绍一下自己 你又想透过这个奖学金 获得什么呢 比如说 我知道另一个专攻是中国新闻 她有中国新闻的在线经验 这个《韦报》是没有的 或者很少的 她当然会看中国联系的新闻 是怎么办 而《韦报》这个 就是 你可以说开正她的饭 还有很合适 现在这个时势 就是 她会研究 在这个独裁政权之下 做这个独立和调查新闻 可以怎么办 你说得很好 麦姐 其实我刚刚也想到这个 其实今次 《韦报》就是时势做英雄 不过这个时势 我们没有人想要的 尤其是香港人 我听到这个时势 其实你听到她拿 其实我觉得她就好像是一个正确的时间 做一件很正确的事 平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而今次她竟然是在 那么多 跟她一样 那么有资历 那么有才能的记者当中 卓榮而出 其实还有一些唯一的 我想都是香港人 可以取得这个奖学金 其实 大家都在说 说的是独裁政权 一个这么差 这么黑暗的时代 你看到她在这个时代 拿到这个奖 其实你的心 是想什么呢 是令她开心的了 但是是这样的时代 其实我觉得 第一我真的令她开心 第二 对她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也是好的 因为 在现在这个时候 她在香港 其实是可以说是 不是讲众子之的 但是大家都会看着她 其实对她的压力 以至对她的工作 都未必是好事的 那她离开一年 就是等 一就是等大家的主意 分散一点 第二就是 她真的可以 在跟别人其他一些 传媒尖子里面 她的能力更加深一级 我们经常说 他山之石可以供欲 她就可以透过 跟其他传媒精英的交流 就可以改善她自己 所以当然是觉得 很为她开心 至于你说 在这个时候获奖 我觉得确实跟她的被判刑 是有些关系的 而她的调查 就是她做的研究 那个题目 也都很切合现在的环境 因为据我了解 她在被定罪之后 尼曼奖学金 是有人被电话 就是问候她的 就是说 你还可以吗 拿个公开资料就被定罪了 就是这样的 这件事 就是第一次有记者 因为履行天职 而获罪 真的只有在一些独裁国家 或者专制的国家 才会发生 现在在香港发生 对于一个讲究 新闻自由的角度 的奖学金来说 当然他们都会很惊讶 他们也都会真是很 会很随着 如果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来的人 说他们怎样可以 就是会在一个 同一个 就是不同 就是同新闻自由 相围背的地方 要做他们同样做的 独立调查报导 可以怎样做呢 这个我相信 他们都很有兴趣 就是他们 据我来说 我自己那时候去英国 又或者我和一些美国的朋友 聊天 他们其实很着重 就是大家在那个思想上 互相的激励 所以大家所谓的 争辩是很常见的 而这个透过争辩 也可以真是令到大家 对于 对那件事的认识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说包包不好 而是事实上 他当然是好 但是 正正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势 他比其他香港的竞争者 那个优势就是 他确实是在一个很不同的政权底下 做一些西方传媒一直 我们认为是很自然的事 而我们香港 我们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期 中国它就叫二次回归 我自己觉得 其实香港现在 是被人改革 Being Reform 在这个改革期里面 我们由一个自由 比较开放的社会 被迫走向一个比较 专制威权 比较越来越重的一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形式 以至我们的工作方式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真的只有香港人 才可以说到给其他地方的传媒听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当然你跟一些自由国家谈论的时候 他们的建议或者想法 你必须适合利用 但是一定是可以给你一些 吸引 去触发你去想多一些 他未必说到 你跟着这样走就行 但是他至少说 可以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你可以自己 在想过的方向 对 所以我觉得 正如你所说 这个是时势做英雄 当然 你也要有英雄的本质 如果你不是英雄 你肯定会被王冠摘你 所以我觉得 它有时势的影响 确实是因为香港 现在正在转变中 香港其实不是每年都有的 据我了解 不是每次离曼奖学金 每年批二十几个 今年二十二个 不是每年都有 香港的记者可以入围 我相信每年都有人去申请 但是不是每年都有 我认识的 我现在数得出的 有四至五个左右 如果计算包包 可能就是六个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你是有多有本事 而且当然有那个时势的影响 你才可以成为奖学金的得主 有没有想过这个讯息 寄给香港政府 又或者不让港台去拿奖的 就是你处长的一个 是否正正一把 盖上去 喂 这件事呢 就是香港政府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样了 现在他去拿奖 你不让他拿 但反而有这些 黎曼奖学金的时候 你觉得 就是那个 embarrassment 就是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香港 你呢 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 就会觉得 这个 就是说不去拿奖的 李白全 或者港台 就会觉得很尴尬 我相信呢 港台的领导层 现在的领导层 以至是 就是整个港府的领导层 未必是觉得尴尬 他可能反过来就觉得 你这些美国的 就是 港台的 外国势力 你这些美帝 在这里 就是 用这些东西来 涂毒我们的人民 传媒 如果用他的说法就是 他更加会觉得 我要收紧你 香港那个 传媒的文化 因为 你想想 你们还是去接受 西方那套的 西方自由那套 新闻学 和 中国那套 用马克思主义的 新闻学 根本是两个极端来的嘛 那 现在你在他 就是被判刑之后 然后就给他一个奖 他会觉得你们玩东西的 你看一下 就是最近那个案子就是 最近 你应该知道 比如罗冠聪 他就接受了 美国的大学 邀请他去 资加哥那个 当 资加哥大学 当 做这个学者联会 那个知大哥学联会 就是中国学生合学者联会 写信给院长 就是相关人士 其中一个人提到就是 你怎么可以请罗管忠来 他是一个罪犯 他是一个convicted的人 但是他没有说到他因为什么convicted 其实他那次都是因为 要争取自由 那次就应该是爬进去 2014年那时候 他完全不说这些 他就是说 伤害了很多人的心 就是说他是黑暴 说他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请他来 你请他来就是对我们的不尊重 你会伤害我们的 就是令到我们差不多在说上 加上伤害的上限 你就会看到他那种心态 我视之你为一个正常人 你就会觉得 哇 我不让他去 他现在还拿了奖学金 那我不是很愚 他不会这样 他会由另一个角度想 就是你这些人 就是特意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还要找 特意在这个时候 去给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 去拿这个奖学金 你是不是跟我对着干 就是他想的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全城抗疫期间 在家千日好 给我最大的啟发 就是这家屋越大越好 在厅可以跑步 背景直接可以踢坡 那种感觉好像从获自由那样 但是现在的春世 大屋是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 越来越矜贵了 今天地产铁三角的专身 我们就介绍一间 抵食夹大建的大大屋给我们 不如由他带大家去看看 那我们就带大家看看 这间由First View Home所建的 6154尺摩都空 差不多 差不多 这间位于九阶铁 Bloomington First View Home 的Castlewood楼花 卖点是地大大屋大大 住落都深情开朗 占地面积由3万到4万平方尺可供选 由232万2705平方尺 到300万6154平方尺杯香树林 2022年3月收留 第二期共36套 现在最后8套 最后8套 有兴趣的朋友 快点召个Johnson 他有很多美本收藏 不是的 如果你睡醒起身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习惯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临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出现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肢争点如 头、肩头、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师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我们一起 It feels like my scars be lift in the dark sometimes Manulife Bank 限时推广 活期存款4个月 2%利息 免月费0风险 高回报 鄭太 Angie 你的专业保险理财顾问 和你加油 请即致电 647-639-0529 因为受条款细析约束 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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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中瑶 在这里想恭喜我 我的好朋友 鄭仁基 和Diana 在多伦多牌 他自己的网台 香港人主场 支持他们 哇 香港台connect了 香港加拿大美国 澳洲英国 意大利日本 中文加拿大美国 南地亚 不敢搭載澳門的香港人 我們要香港人主場 所以要盡快下載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的手機應用程式 以及將網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com 簽署 免得被社交媒體管理 下載APPSE 記得網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Come on 和理談 反而應該解釋到 現在反而如果找一下李伯全做的事 正正是因為外國經常用這些 在他們來說用這些手段 去荼毒香港人時藉著記者的手 所以正正是李伯全是如此 政府喜歡的 就是因為他將這件事修正 就是將它完善了 所以現在連就宣 之前又說以事論事 本來又想說 現在連視點31 一個清談大家說的觀點 都擔心了 都要沒有直播 明明有 就要遲些 到底香港市民都已經說 喂 是不是Edit 是不是已經去到現在的新聞 他們所說的外面的事 現在連港台都迅速變成 真是中央台的做法 因為監管人是中央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可能比中央台更差的地方 是他們沒有那種承擔 老實說 李伯全 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進來做港貨處長是做些什麼的 連連梁家榮都不肯做 而要提前半年都要離開的 可想而知 那個任務一定在正常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 你進去做的時候 你已經預料了 所以你看到他進去 自從他進去之後 就非常之大刀闊庫 左抽右抽 所以你看到他基本上是在做中央台 或者是官台的角色 政府不想說的 政府想宣傳的 他會幫你手 所以你會看到 之前香港投手林鄭月娥 他就會做那個 就是 清談最百百百四十集 為那個分組的面面觀 據說收視率是 不要說歸零 但是一定是 天近零 差點清零 而那個節目 不是港頭自己製作的 新聞署做的 我看過一兩集 就是真的專程去看的 不過我也很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你看到那一集 我簡直覺得 哇 要不要做到這樣 那次剛好他採訪漁龍界 首先就是互相吹捧一段時間 林鄭自己說我幫了漁龍界多少 那漁龍界又說很感謝 特首林你來 聽我的影片 你看到 怎可能有收視這些事情 但是 這個是官台的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你要幫政府去唱好 而至於政府不想要的東西 他就刪掉了 控制不了的東西 不讓你做 所以你剛才說 視點三十一 為什麼不可以 基本上是要預先錄 他現在剪掉的那些 全部都是 所謂我們叫直播的那些 包括他之前一部分 很主要的主持人 自己去檢查那些 因為你知道新聞 可能是你前一刻錄的時候才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不去預先錄呢 所以很大部分那一部分是很長的 另外有些東西就是 有現場感 有即時反應 就是那些現場的訪問 全部沒有了 全部都要預先錄 基本上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看過不行 你就出不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心虛的表現 你其實是害怕 但是你害怕得來 你要做官台 你又不肯去承擔 一個例子最近 就是你看到鏗槍集 說將現在暫時不播得住的那一輯 就是說這個保釣的 原先據我了解 他們聽到那個九仁小組去看的時候 都說挺好 因為那個節目裡面除了羅咒之外 就是保釣委員會 羅咒之外 還有劉夢雄 就是以前的政協 那算是持平了 兩邊都有 算是持平 這樣就這樣說了 據說 現場看的人都說挺好的 但是到最後看到羅咒 因為聽到國歌 有感而發 然後哼了幾句 然後哭 就是流淚 沒有說哭 流淚 就是受到感動 就是 我們直覺就覺得 這件事真的沒事的 你聽到國歌感動有什麼問題呢 我記得很多年前陳方安生 都說我聽到國歌很感動流淚 大家應該都有 所以聽到國歌流淚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呢 正正就是因為這幾個縮 他們就要去問 律政司 有沒有觸犯國安法的 國歌法 國歌法 我真的拋頭了 有什麼會觸犯國歌法 就是你想都想不到 為什麼會因為這樣 要去問律政司 這個就是蛇龜 你不肯去承擔 你怕出事 喂大哥 Cut 又被製作團隊罵 甚至可能你真的 令到整個劇情 很不行 不Cut 你又怕最後 到真的要自己背 於是就 我把那個波踢給律政司 你去搞定它 你告訴我 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我就出了 是的 沒有違法 但是現在連那個 操作團隊也有事 你想想 這個 這個就是我說 他們沒有承擔的 其中一個表現 你既然 就是願意下來做刀手 去刀手的 去刀人的 你就要 你除了肯之餘 你要明白自己 是有這樣的責任的 你收到這樣的薪金 但是呢 據我瞭解 他看那件事 他確實是看流眼的 他應該 李白全自己說的 他昨天在立法會說的 我看了九成 九成 是 是 看正了一成 現在的操作 當然那個操作 其實沒有一成 操作只有一分鐘都不到 是 幾十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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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故事 其實呢 到網上版 其實是只有十八分鐘都不夠 那就是說呢 他不僅是剪輯的 他一定是剪輯的 他一定是剪輯的 內容 我又專程去聽完內容 那終於發現 他確實是 刀得很難 刀到 有些事情 那個人拍了第一 然後 完全接不下去 例如 邵家輝 就是 那個 零售界那個 那他就 應該是回應 MIRROR 那但是呢 他想說呢 就跟著被主持人拉開了之後 一跳就跳到其他地方 那其實他想說MIRROR的事情 就沒有了 那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突然間呢 你又聽到呢 他們其實應該是說一些 就是外國的反應 那原來呢 就是因為田北俊 說了美國商會 他的說法 現在美國商會的調查看到 四成的會員說 憂慮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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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這個 保釋的問題 是 和民主派被人 是 就是 就是不讓你保釋 就是用國安法的標準 是不讓你保釋 他說他們怕這些多些 那 其實呢 另外那兩個呢 其實有回應的 嗯 有說美國領事會 美國總領事館呢 有一些說法 其實呢 基本上都是持平的 所以啊 李百全在立法會裡說 說呢 剪掉了部分的設備 是因為不持平 呢 我就不太同意 因為呢 你當田北俊是一個 傻瓜 說這個 討論出來 不對 嗯 但是已經有孫家輝跟你頂住了 那其實都算是持平 都不拒絕 都要抽的時候呢 很明顯 就是說呢 這個是一個禁忌 他不想讓你說 嗯 就是聽都不聽 不要說說持平 是 那至於那個 回到那個 ROLA的問題 很明顯 那個 除了CUT這些內容 其實他看過 嗯 而最後 他要在 網上版 連ROLA 才CUT那個ROLA 很明顯 就是他預先去審 就是我們叫做 播出前那個審查的時候 他沒有看到 嗯 那麼他沒有看到 究竟是誰的問題呢 他現在李百全的說法 就是說 那些製作團隊 沒有按機制給我們去審 但是 我很懷疑他這個說法 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呢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呢 看港台這個 新領導層那個 做事方式呢 如果真的 他不是事先 就是已經 就是 就是 他就會 不出聲 甚至你問到 你發現了 你問他 他都會說 這個是我們 內部的編輯自主 請你尊重 就不會跟你說內容 不會好像這一次事件這樣 一來就整套事件 就是有理據 就是很明顯 應該他自己做漏了事 他是漏了招 所以他就要出來解話 他要事先自己出來解話 一說呢 就說 有人沒有按機制送檢 第二呢 就是說 不關六四事 第三呢 那條片呢 就跟這個立法會事務無關 我們逐一跟你說 至於你說 他跟立法會事務無關 其實那個ROLLA呢 過往意事論事 他一直都是 找多 那個禮拜 最熱的東西 放在尾上 就這樣 就是放片 出了一些影響 出了一些片 對 讓大家看看 那所以呢 你看回過往 我看過他上場之後 那些議事論事的ROLLA 就是那些片尾 其實都未必是 跟這個立法會事務有關的 有去打疫苗 你說疫苗立法會都有討論過 OK我當你是疫苗有討論過 但是 官堂那個音樂噴傳沒有了吧 但是其實是有的 就是在那個 曾經在議事論事的片尾那裡出現過 那就是說呢 其實如果他有看 如果他過去有看 他應該知道 片尾這些片 未必是跟立法會有關 只是社會上比較熱門的題目 至於你說跟六四無關 那很明顯我覺得是因為六四 就是因為就是那個是六四長跑 就是 支聯會通常在六四紀念之前 就說是六四長跑 而今年那個長跑只有四個人而已 那其中呢 其實因為 你也知道這個片尾只有三四十秒左右 那於是他其中 因為蔡耀昌 就是支聯會的其中一個發言人 他一邊跑 一邊叫這個平坦六四 就是促一黨專政那個 已經沒有了 只是平坦六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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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過一次 平坦六四就是一秒多些 大家都知道一秒要用三個字 平坦六四四個字 那一秒多些 一秒多些都接受不到 他要剪掉它 那很明顯是跟六四有關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第一 第一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覺得純粹是因為所謂 和立法會事務無關 其他集的片尾 你都已經出了聲 你不出聲 現在才出聲 很明顯就是六四 第二 大家都知道 鏗槍集的監製力言節 他辭職就是因為 港台不讓他做六四和七二一的專冊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這個六四根本就是一個禁忌 所以呢 他就要抽取 我記得李伯全還說 不是 李伯全有說 他的聲明也有說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怕六四 那你新聞部也有做 為什麼新聞部可以做 大家都知道 你新聞部和公共事務是兩回事 新聞部是做我們叫日常事 有事情發生 你就要去採訪 你不去採訪 別人就會問你 你是不是自我審查 是不是 所以你去做 新聞部做的標準 和你公共事務組去做 是兩回事 公共事務就是你主動 你有角度的 去探索一件事 探索一個問題 所以千萬不要說 什麼新聞部有 就等於你們覺得 六四可以說 很明顯 我覺得這次是因為六四 那你再說 我覺得他這麼有備而來 是因為他自己心有鬼 而我直覺上覺得 他其實是應該沒有問過製作團隊 拿片尾來提 一向都沒有 所以 你看漏了 你看漏了 現在就把所有責任 推在前線 就說他沒有按機制 那你就把所有責任 都給別人說 推給別人說 好像就是 你這幫人 賤我 明明給我所有責任 就是臨時塞下去 其實從來都不是 這個片尾從來都是這樣的 大家記不記得 他其實 大家都明白 你剛剛去到港台 千頭萬水 有些事情你做不到 不出奇 你當然要逐個逐個來撿 你就算以事論事 大家都記得 他其實剪掉了他的片頭 改過他的片頭 他的片頭 都不是一開始改的 他都是中間 來了差不多一個月才改的 那就是說 我猜他最初 其實他都沒有看到片頭 哇 香港台聯繫了香港、加拿大、美國、澳洲、英國、意大利、日本、委內瑞、羅馬、尼亞、錦埔仔、澳門的香港人 我們要香港人主場 所以 要盡快下載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的手機應用程式 以及 將網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Dot Com Bookmark 免得被社交媒體管理 下載 下載 記得網址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來到英國 去哪裡找資料 當然是聽我們香港台英語李少爺 哦 什麼時候可以聽? 逢星期二和四 英國晚上十點 多倫多下午五點 有我 Alex 英國新家鄉 還有我 Sunny HK Briggs 為你提供英國的資訊 我支持鄭敬基和Fiona多倫多開台 我支持香港台 Hong Kong Station 香港人主場 你不會選擇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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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片頭抽了那些都是跟六四有關的東西 或者是罵中國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就看到六四很明顯是一個禁忌 而你自己看漏眼沒有叫人給你看 現在你們把責任全部給人說別人沒有按機制 我覺得這些就是沒有承擔 你做不到你自己的漏招就是漏招 你都要承認 而事實上如果林鄭月娥都讚你這麼厲害 You are doing what exactly we want 那你什麼怕看漏了一個片尾 而要你的下屬去吃 還要在立法會你自己在立法會裡說 你看了九成的東西 那我也想問那些專櫃議員 為什麼你不問他 為什麼一成你不看一成 是的 我記得我自己做採訪主任的時候 我也是的 有時記者拿了一些稿回來寫完給我看 那我發現為什麼留了一些東西 那我就會問他 喂那個秘方真有沒有說這些東西 通常那個同事就會說他沒有說 那我通常我就會馬上問他 那你有沒有問啊 你沒有問就不要說別人沒有說 那我通常那些 其實一般都是他們沒有問的 死死地氣了 那我再打一把問吧 所以我一看整件事就是 其實他自己看漏眼 然後就把責任給了前線 所以他出來說這次是出奇地長的那個聲明 和他過往不肯說 叫大家尊重他內部編輯自主 那個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就看到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你說這些人有沒有承擔 就是這樣 那麥麥真厲害 這個觀察非常準確 那你喝一口水 因為講到六四 我就想問你關於澳門就出來了 就不准了 那理由呢 那香港好像又有消息 不過又沒有跟澳門不同的 只是用一些可能限聚令就算了 那我就回答 還沒決定啊 你不要說啊 是啊 還沒決定 現在是還沒決定的 是嗎 OK 那我們可以繼續 說回澳門那個六四 就很斬丁切絕 就是說為什麼要禁止了 今年沒有六四呢 因為你叫什麼 抵毀國家 抵毀國家 他基本上將你定性為違法 嗯 違法了 那為什麼呢 整個國家裏面 你一說屠城 這件事 應該沒有事 沒有發生過 否則怎麼會違法呢 這麼多年都有 再加上 在一國兩制之下 你是不是想顛覆國家 那些這樣 澳門沒有了 這件事 今年第一次 香港就真的 去年就叫很多人 因為去了 非法集結 有很多人要這樣去坐牢 那麼今年有沒有 我們就知道了 即入籍就叫入籍 經常在等警方 給不反對都會輸 那你覺得 看完今天澳門的報道 還有沒有呢 我可以寫 99.99%是沒有的 現在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香港警方 會用澳門警方那一套 去否決申請 如果是這樣就很嚴重 為什麼很嚴重呢 因為其實澳門 這次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是澳門警方 將整個六四集會 定性為違法 那你一違法 以後你都不用來申請 因為你違法 我怎麼可能批准你 一些違法的事情 那你真的 你可以斬腳趾鼻沙重 一一下就把所有六四集都壓死了 但是當然 你同不同意這一個違法呢 我 我只是看到一件事 就是 我當然不認為它違法 因為實際上 澳門警方說的那些 但是澳門民主發展園委會 就是我們叫民聯會 它其實在90年就已經開始申請了 每年都做 除了去年是因為疫情就沒有了 今年呢 疫情也是一個原因來的 不過 就加了 它應該是有十幾頁 十二頁子 是加了整四頁 是講政治因素 直接就是 第一就是把你定性違法 為什麼違法呢 就是完全 用了中國那套說詞 就是說 中國已經就著這個六四事件定性了 你現在還在這裏說 又說它屠城 又說它這個 又跟著又說這個 梅里花革命 你擺明你是想推翻 我們這個政權 煽動暴力 還說到 那如果 就是 很明顯它是將 國內那套的標準 完全引入了去澳門 就是說呢 我們 就是 中國的 中共 會議 決定的事情 過往是不會在 香港和澳門那裏實行的嘛 我們應該是應該是行一國兩制的嘛 但是它是完全把國內的標準 搬了下來澳門 就是因為 中共中央已經就這個六四事件定性 這個運動是一個反革命暴亂 所以你還在這裏說 還說屠城這些是虛假的東西 這些是不實 這些是誣衊 這些是誣衊 所以呢 你便違法 那很明顯它就把國內那套的東西搬了下來 我說是白 你不准說黑 即使是有爭議的地方 那很明顯因為現在其實 究竟六四 是不是叫屠城呢 其實大家都有爭拗的嘛 因為從來都沒有一個 所謂要死幾多人才叫屠城 那再說呢 就是究竟有幾多人死傷呢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準確的資料的 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幾百 但是連中國官方的紅十字會 最初的時候都不是說這個數 只不過它說了之後 第二天就拔回頭 那現在我們公開的說法 就是那個死傷人數 有千多 不應該有幾百 因為官方那個就是幾百 就去到超過一萬 就是應該是美國和英國領事館 那些現在的解密文件裡說 那你其實看到呢 那個事實是有爭議的 那既然有爭議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用你那一套 就是唯一的標準 質疑你的 你就視為是 煽動一些人去影響 北京的權威 影響這個北京中央政府的公信力 從而呢 你就違反了這個澳門的發展 如果是這一套 就是大家是接受的話 那不要再說什麼 一國兩制 之前那一塊遮掌布 可能都還在那裏遮遮遮遮 那如果它真的這樣的時候 那就是說呢 中共一些議決 我現在說的是中共 不是中國政府 中共的議決 是直接用來平定 港澳地區的一些活動 事可合法 那這個就很危險了 那所以呢 你也看到呢 如果一個這麼危險的先例 如果被它開了的話呢 就很嚴重了 那所以至於香港 我跟朋友說笑的這樣說 我說現在呢 港澳之間究竟有幾大的自由度呢 可能就是看看香港警方 究竟用不用這些政治理由呢 去否決支聯會的六四集會申請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了 它是不會讓六四集會舉行的 雖然呢 我知道支聯會還是很努力 包括呢 剛剛今天呢 他們才寫信給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那就是希望呢 將支聯會那個群組 擺進去 599G 就是那個特定人群那裏 就是可以豁免那個 就是社交限制令 我估計呢 都是不行的了 但是我也很佩服他們的努力 找到這些位置可以去 希望可以達到他們 舉行這個和平集會的目的 但是我估計是不行的 那再說呢 就是政府剛剛今天宣佈了 那個社交距離那個 去到9號 6月9號 去到6月9號 那你就看到了 既然社交限制令都繼續 過了六四了 那警方就更加可以非常之安心 那我就用這個防疫理由 來拒絕你 非法集見 對 而澳門呢 其實呢 老實說 如果澳門的警方 他用疫情去否決 這個民聯會的申請 你雖然都罵他 但是可能呢 因為疫情都舒緩了 為什麼還不讓我們搞啊 你可能繼續罵他 但是呢 你的感覺還是 哎呀 但是呢 我覺得澳門警方 他這次是專門的 他專門在那個否決那裡 是告訴你 我現在正式把你這個 六四集會 定性為違法 那你以後都不用你申請了 所以可能就止暴 止於三十年 而香港警方究竟會不會 淪落到好像澳門警方那樣呢 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希望啊 現在呢 現在呢 最良好的意願 竟然呢 他只是以這個防疫為理由 來到就是 否決那個六四集會 和遊行的申請 而不是給你 希望他不要用這些 這麼愚蠢的政治理由 因為你一擺出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說得過去呢 扮演了超過三十年的集會 你現在才突然間 說他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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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難以 你今天之外 打到就就知道 打到就就知道 大家必須要佩服 澳門治安警局那種的勇氣 說這些 就是把國內那一套的東西 完全 就把國內那一套的東西 其實 是啊 那你究竟 他就已經 設了一個例子給你看了 那究竟 香港 香港會不會 那個自由度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自由度 一直都比澳門是 多一點的 我們經常都說 少這麼說 澳門其實是赤區 一早就已經赤化了 香港還是白區 還要被別人修復 究竟我們的自由度 可不可以大到抗拒 這些北京一言堂的作風 放進去拒絕 六四集會的理由 我想大家應該很快就會知道 是 我覺得 這是我個人的 一個很有限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 從今年來說 香港依然是需要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地位的地方 有高度的自治能力和自由 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那我們就相信 香港的不論人也好 地位的位置也好 的確有很多外國的傳媒公司 還在那裡 當年是拍了很多相片 很多事實在那裡 你如果用一個澳門這樣的說法 一套下去香港 立刻來說 我想引起世界的迴響 就真的麻煩他了 如果香港警隊 你們剛才說 看他是不是真的會用這個 我覺得他今年 都先看好一點 如果再真的 如果這一刻 再要激起 因為非法集結 這個599都夠用的 一向來都集會 但是如果這樣 狠下心來 如果這樣 照抄澳門這件事 雖然有個先例 那香港 不用跟大家在外面說這麼多 我們仍然有新聞自由 一刻都變白的時候 我想那些傳媒馬上要離開 第一件事真的離開 因為他拿著很多證據 當年那些老闆全部在上高 那些幸存者 在那裡 原來每個都是假的時候 我真的很難想像 香港今年就用了 這個是我自己 覺得很難想像 不過你說過 很難以一個正常人去思考 香港的事情 老實實 我跟朋友說的時候 他都說他猜 今天警方 仍然都會繼續 以這個防疫自由 拒絕他的 應該就不會用到 我也希望 但是我跟著就說 其實現在真的很可悲 香港和澳門的自由度的比較 竟然是以警方 是不是用一些政治理 或者一些很不可能的 很荒謬 很荒誕的理由 來拒絕一些大家 集以為常的申請或者事 其實我覺得 想想都幾可悲 不過我希望 真的好像你這樣說 就只是用這個防疫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仍然可以繼續 用其他方式 去悼念也好 或者日後可以繼續申請 但是如果他一旦說 你還用屠城這些字 停止政治迫害又不對 結束一黨專政又不行 我相信很多現在 在自己說 用不同的方式去悼念的人 可能又要再想一想 你自己一個個人去舉手機 即現在人這樣號召 你舉手機可能沒事 但是你想想 這次其實有一些教堂 它是開放了 是專門做悼念的謎殺 那你如果是把 所謂的六四 你說六四 都是違法的話 那這些聚會算不算呢? 雖然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不是 香港你還有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我最記得 剛剛認警 這個法官 這個死因裁判官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梁蓮傑 之前 前天才剛剛 那個死因聆訊 是完了 那死因裁判官 高偉雄就說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 提出質疑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如果我們用這個 這個理所當然的標準 去看回現在的香港 你就發覺香港其實很不健康 那是不是還可以 像我們過往那樣去看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她說完之後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當晚 林政府 就出了一個聲明 去罵一些醫務組織 說現在因為她修訂西伊條例 那他們的說法就是 你現在給海外的香港人 即是回來香港幫忙 你其實就是為 在內地的人 來香港執業做醫生 鋪路 其實這個很明顯 大家看到這個推斷 但是政府的說法就是 這個是失實 我們已經說了 這個條例 我們已經說了 就說她要是香港人 那所以 怎麼會是為了 這個大陸的醫生 來香港執業鋪路呢? 喂 現在大家是說 你逐步逐步來 現在你就說 給香港人 怎麼知道你 日後會不會改 我覺得其實最簡單 如果我是洪低 有機會看到 特首我就會問他 你夠不夠膽現在寫在法例上 我們不會給內地的人 下來香港執業 你夠膽寫我就收回那句鋪路 所以如果你不夠膽寫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說 別人的鋪路是失實 因為大家都看到 那個是一個推斷 我根據一些已有的事實 作出我一些想法 或者推斷 不行嗎? 但是現在似乎是不行的 政府是說這個叫失實 所以高慧雄審判官說的一個健康社會 應該有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港府身上 很多時候都看不到 所以我都希望 我擔心這件事不會出現 我也都希望 香港警方 雖然否決這個六四集會是不對 但是用防疫 我相信是一個比較非政治 不會令到香港更加走向極端的一個 做法 嗯 好啊馬姐 多謝你給我們很多的知識 都希望今年可能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家裡做到 依然香港人 大家互相記住一些事實 因為事實很容易 不在意之中 就慢慢被逃沒了 就模糊了 再次謝謝馬姐 抽時間和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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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港和Connect